OK 如果你用过索尼的黑卡系列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 这个系列的更新策略是 外观万年不变 相机里的参数逐渐提升 所以一开始我也认为 ZV1只是黑卡系列的延续 改改参数 换个名字 贴上Vlog神奇的标签 再卖一波 但是当我真的拿走ZV1之后 我发现我错了 ZV1至于黑卡 是完全不同的两台相机 如果你想要搞明白 索尼的这个活路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的话 就要仔细地看一下 我们在ZV1这台相机上 得到了哪些有趣的新东西 一个塑料防滑手柄 让你握着相机时 不再像用筷子 夹起一颗玻璃皮的主机蛋 一个大大的红色录像键 让你拍视频时 不用靠感觉这样摸来摸去 一个占地面积更大的 麦空阵列 让你收获丰富的声音细节 一个麦空接口 可以让你外接更专业的收音设备 一个热血接口 可以让你安装更多的拍摄配件 一个侧翻屏 可以让你的相机 变成一部翻盖手机 喂 小代吗 过我倒杯水 其实是可以给你更多的拍摄角度 以及不用担心屏幕被配件遮挡 那上面这些新功能 对于拍视频而言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要得到一个东西 就要付出跟这个东西一样的代价 这个是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动画片 《刚知的连接数据》里面说的 等价交换原则 那换到ZVG上也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都失去了什么 一个电子取景器 它可以让你在光线强烈的户外 能看清画面进行拍照 一个模式转盘 它可以让你在多个模式之间 进行迅速的切换 一个闪光灯 它可以闪瞎你朋友的眼 它可以让你在夜晚 拍出一张清晰的照片 一个镜头撞环 它可以让你更精准的进行变焦和对焦 所以说到这儿 大家大概就明白了 其实ZVG在诞生那一刻起 就决定了 它是一台用来拍摄视频的相机 拍照片只是它的附加功能 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拍照片的相机的话 那黑卡系列一定是更好的选择 那ZVG这次也确实针对视频 设计了许多使用的新功能 比如说产品展示功能 开启之后 相机会优先对焦画面最前方的物体 非常适合进行吃播或者是美妆展示 但可惜开启这个功能的代价是相机需要关闭防抖 所以你只能在固定机位使用这个功能 比如切换背景虚化效果的功能 其实它的实现原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相机自动把你的光圈值改为F5.6 虚化效果自然就会变差了 比如这个超级醒目的录像提示灯 我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我觉得它太大太亮了 但是当我在户外录像时 我才发现这个灯真的很有用 因为它可以让我不看相机屏幕 就能知道相机现在是在正常的录像 还是在摸鱼 这几个新功能让我觉得 这次索尼的产品经理 真的有在用心的聆听用户心声 有在去想我们这些视频双子者 到底想要什么 但我想说的是 ZV1它依然不是一台完美的相机 它有很多的问题 为了向大家更具体的说明这些问题的话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另外一位参赛嘉宾 CNOR G7X Mark III 对比测试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视角分成两个 一个是观众视角 也就是这个相机拍出来的片子到底好不好看 另外一个是创作者视角 也就是这台相机它用起来顺不顺手 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先说观众视角 这里包括相机的画质表现 对焦能力 防抖效果 以及收音 画质部分 ZV1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开了滤镜的国创手机 画面锐利度和饱和度都很高 直说的效果很讨喜 G7X则比较接近眼睛看到的画面 显得比较平淡也更肉 你更喜欢哪种画面风格呢 可以发弹幕告诉我 暗光下的拍摄 ZV1表现得更优秀 噪点控制的也很好 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这次ZV1自拍肤色的效果也很不错 给人一种百里拓红的感觉 在户外自拍时 甚至比G7X更好 但因为解析力高 它也会把你脸上的毛孔拍得明明白白 这就不如G7X那么的美颜 说到美颜 我也体验了ZV1这次心中的美颜功能 但是打开之后 像是给皮肤打了一层蜡 感觉不是很自然 大家一定要谨慎地使用 对焦部分没有任何的悬念 ZV1胜出 虽然G7X在升机固件后 对焦速度有所提升 但是依然会出现失焦 或者是来回对焦的情况 相比而言 ZV1的对焦就只有一个字 稳 尤其是在户外拍摄一些第三层镜头的时候 我只需要打开相机 够好图 按下录像按钮 剩下的事情可以全都交给相机 而我最终一定会获得一个对焦清晰的画面 真的非常的棒 但是换到防抖效果的话 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ZV1虽然比我的黑卡5提升巨大 但是依然不如G7X那么的稳 G7X在开取标准防抖之后 甚至可以边跑边拍 但是ZV1我还是建议大家 在拍摄时不要走动 因为晃动感真的很明显 即使麦克风收音部分 我会觉得G7X3的声音更浑厚 ZV1显得单薄一些 但我发现在室内安静的环境下 ZV1对底造的控制要比G7X好很多 你更喜欢哪种声音呢 可以看一下我录的这段对比视频 然后告诉我 蓝蓝的天空隐隐和里 有只小白船 船上有棵桂花树 白兔在游玩 江儿江儿看不见 船上也没翻 所以聊到这的话 我会认为ZV1在视频拍摄部分的表现 整体是比G7X Max 3更好的 我也会把我拍摄的这些样片 以及测试方法全都分享出来 供大家参考 但是相机它毕竟是一个 需要人操作的这样一个工具 我不能只看它的画质 还得看它用起来顺不顺手 也就是从这个视频创造者使用的角度 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那经过我这一个月的使用的话 我会觉得ZV1这台相机 它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 别扭 首先是拍摄模式切换的问题 在G7X上 你可以通过转盘快速的切换拍照和录像 以及曝光补偿 而在ZV1上 你就需要先按下这个MOD按钮 然后用按键在屏幕上切换 我们先撇开切换效率低这件事不谈 这个设计还有几个问题 一 关机状态下 无法知道当前的拍摄模式 二 开机后发现模式不对 想去切换 很容易按到旁边的关机键 就再次回到了关机状态 这个好像是个循环呀 而最让我气愤的是 每次切换到录像模式时 相机都会让你选择要用哪种曝光模式 每一次 为什么呀 你就不能帮我记住嘛 第二是误触的问题 这种卡片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在关机状态下 你可以按下回放键 查看你拍摄的素材 再按一下的话就可以把屏幕关上 但是在ZV1上 当你点亮屏幕后 再按回放键的话 你猜怎么着啊 它开机了 那你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 但是ZV1做一个口袋相机 会经常需要随身携带 而这个按键非常容易误触 我就遇到过何几次 这个相机放在包里 自己就直冷起来了 把电号光了不说 还有可能挂到这个镜头 而且你还会遇到这样一个提示 就是必须要扣电池才能解决 第三 发热问题 我开始以为ZV1只有在拍摄时 才会比较热 但后来我发现 这台相机只要开了机 你什么都不做 过一会儿它也会热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买了一台高配笔记本电脑 你还没有开始玩游戏呢 它风扇就开始转起来了 后来我偶然翻到了相机底部 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电源长时间开启 相机表面可能会发热 这是正常现象 谢谢佐尼 第四是续航问题 我把ZV1和G7X充满电后 同时开始拍摄 1080P 60GN的视频 ZV1只比G7X少录了9分钟 在测试中我还发现 ZV1可以一直录像到没有电 而G7X录满30分钟之后 就会自动停止 需要再次按下录像键 这里给ZV1点个赞 但是我们日常使用相机时 大多都是拍一段 做一些操作 再关机 然后再开机再拍一段 ZV1在这种情况下的续航 就要远远差于G7X 只能用两个多小时 大概只有G7X续航的一半 所以在这台相机出门 拍一整天的话 我觉得最好准备4块电池 最后我们来聊聊操作菜单 虽然ZV1在这个功能上 还有这个外观上 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但是一旦你打开它的 这个系统菜单 你会觉得一切都回来了 还是那熟悉的感觉 比如打开ND滤镜的操作 在G7X上 你可能只需要点一两下 在ZV1上你就需要 按下FN键 用翻向键移动到N滤镜 按确定 移动到打开 再按确定 那如果你现在屏幕 刚好是反过来的 恭喜你 你可以通过这样反向的操作 锻炼一下你的左脑了 当然你可能会说 你可以把常用的操作 设为快捷键 确实可以 但问题是 ZV1上允许你自定义的快捷键 只有5个 无法覆盖所有的常用功能 而有些功能 其实也不支持快捷键操作 比如说调整拍摄速力的功能 而且我认为 用快捷键来解决 操作不方便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在逃避 你原本的交互设计 很失败这件事情 它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好的设计 应该是让你拿起来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学习 但现在就变成了 我们要去习惯 一个相机的这样的操作 要去花时间去记忆这些快捷键 索尼的其他的很多电子产品的 交互设计都很棒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旦到了相机这个领域 它的这个交互设计 就变得如此的臃肿 如此的这样的糟糕 是为什么 这里边是有什么故事吗 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我非常想知道 我觉得ZV1就像你包里边 坐在第一排 学习非常好的 高龙的右等生 就是你曾经可能 试图跟他成为朋友 但是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就放弃了 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人 就让人生气 但是GCX更像是你的 同桌还有前卫 就是它的学习成绩 可能也不好 但是你们一起聊天的话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自然 这个就是我对两台相机的 一个整体的感受 所以怎么去选择 这两台相机的话 就要看你更在意什么 如果你需要一台相机 它有更好的画质 更好的对焦 更高的这种性能参数的话 我觉得ZV1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 但同时你要接受 它的复杂的菜单 以及难用的这些操作 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小白 你从来都没有用过 这种专业的相机 你就想要一台相机 拿过来就可以用 而且可以非常轻松 非常自然地拍出一些 还不错的画面的话 我觉得GCX Max 3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我心里面的话 我会觉得这两台相机 都是不错的Vlog相机 都值得推荐 如果非让我选的话 我会稍微地向ZV1 请先一点点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 它的各方面的参数 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更新的Vlog相机 因为GCX 3 是一年前的相机了 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它的对焦 真的太好了 我其实非常喜欢GCX 但是每次谈到对焦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是佳能 能不能在后边的机型里面 去认真地对待一下 对焦这个问题 已经第三代了 顺便说一句 我也买了手柄 我觉得手柄 它的手感不错 可以非常方便地 调整拍摄角度 还能用这个蓝牙遥控相机 看起来各方面都不错 但我也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使用的是这种扭扣电池 如果你在外边拍着拍着没电了 你可能不能立即的买到这样的电池 为什么不做成充电的呢 对 我就很费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的遥控功能 是需要打开你相机里面蓝牙模块的 我会觉得 它会让你原本不是很好的续航 雪上加霜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第三就是我会觉得手柄的性价比真的不高 要700多块钱 700多块钱 我都可以买一个大三脚架 再买一个小的三脚架了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对吧 我很费解 所以除非你不差钱的话 我真的不推荐这个三脚架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小小的感触 我记得我两年前 做GTX2代的拍摄指南系列视频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幻想 就是我特别希望GTX2代 能有一个麦克风接口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解决收音的问题了 但是那个时候 真的拍Vlog的人很少 厂商就对待Vlog也特别不积极 但是两年后你看 我们已经有了麦克风接口 还有了这个冷靴接口 还有了一堆 关于这个视频创作的功能 但是之前呢 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一会有人说 现在是全民Vlog Vlog是风口 赶紧拍赶紧看 一会有人说 现在Vlog已经过期了 没有人在看了 也不要再拍了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论述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他喜欢视频记录 这种有趣的表达形式的话 那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五年后 他一定会拍的 那反过来 一个人如果是冲着风口去的话 那我相信他最终也不会坚持下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刚刚接触Vlog这种形式 对他感兴趣的话 现在去拍Vlog 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 因为现在的相机真的功能 性能都很好了 很强大了 很全了 而且Vlog这个概念 也慢慢得到了普提 所以再加上真的 今年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让我觉得 活在当下去记录那些 稍动即时的瞬间 这件事情变得尤为的珍贵和有意义 真的有一种拍一级少一级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 不如现在就开始吧 无论你最终是选择购买ZV1还是GCX 都可以考虑关注下我的频道 集体手机 我后面会做更多 关于这两台相机的使用教程 以及推荐更多的相关的使用的配件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使用这两台相机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投币点赞分享 还有收藏 鼓励我做出更多这种形式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就笑了 谢谢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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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索尼